十八岁 朝气蓬勃如续日般的青春 十八岁 清新芬芳如甘露般的年华 今天高三的学长学姐们迎来了他们的成人礼 经过成人礼意味着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今天他们在这里相会 展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无限期盼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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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 你好 请问你现在什么心情 还是蛮激动的吧 毕竟都18岁了 是不是 你刚才走过门的时候内心的感觉是怎么样 现在终于长大了 要扶着爸妈走了 是不是 你想对父母说什么 考个好大学不会辜负你们的厚望 然后就以后我来赚钱好吧 学姐 你今天这身衣服都很好看 请问你这次为成人礼准备了多久呀 这件衣服是我暑假的时候就已经为成人礼买好了 然后其实也没有花费太多时间 但是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看的一面展示出来 来纪念一下自己的成人礼 请问你觉得这次成人礼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我非常感谢学校为我们举办这个成人礼 因为我们就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给家长写信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个成人礼我可能 永远都不会给爸妈写信然后这个成人礼就标志着我们就跨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在你成年之后你有什么计划吗 当然是做一些成年人可以做的事 比如说 比如说可以独自去旅游之类的吧 那如果假如有一台时光机的话你是想穿越到过去还是提前到未来呢 我想到未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过去就我已经知道 但是我的未来是我比较向往 想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谢谢学姐 你觉得今天成人礼对于你有什么意义吗 成人礼的意义很大 首先呢就是让我认识到我已经快是一个成年人 虽然还有几个月然后呢就终于就是在身体方面或者心理方面都长大了 然后终于可以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然后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成年之后有什么计划吗 计划当然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做一个成年人要给你们这些师弟师妹们做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榜样 那你想对学弟学妹说什么吗 学弟学妹好好珍惜自己少年时光 没了 谢谢 参加成人礼的感受是什么 很感动啊 因为刚刚就是在过那个成人们的时候 我已经很感动感动到哭了因为想到爸爸妈妈这些年来对我的他们 寒心如苦的一些付出让我很感动希望我以后能够有所成就能够成为他们的骄傲 那你最想对父母做些什么呢 现在的话希望我能够学习进步能够报答他们 也希望他们 嗯 我最希望的是我们就是一家人好好在一起 那你觉得成儿里的意义在哪里 就好像突然之间就是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小大人 我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那你对以后的计划是什么 计划 啊 希望能够考一所 考大学然后成为他们心中我想成为的样子 哦 哦 Darling Don't you ever go Don't you ever go Just stay this a little 哦 Darling Don't you ever go Don't you ever go Don't you ever go It can stay this simple Oh I don't want to grow up Wish I never grown up It could still be a little Oh I don't want to grow up Wish I never grown up It could still be simple Oh Darling Don't you ever go Don't you ever go Just stay this a little Oh darling, don't you ever grow up, don't you ever grow up, can stay this simple, never grow up, just never grow up. 18岁即将迈进明天崭新的起点,让我们祝福高三的师兄师姐们,在这风华正茂的花季里,扬帆起航,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不知不觉地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渐天一件风衣,大风吹吹什么,不过我,不过你,保护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丢进,一个一个告别的是你,拼凑渐天一件黑色风衣, 未来是有熟悉,有童话,有爱情,有推理,无许过的过去,谁同心,谁演戏,那件风衣,叫做回忆,谢谢你曾来临,曾离去,陪着我像影子,相信你,白色风衣,蓝色的你。 挂在红花星球,天上笑容,曾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